各位聽眾各位觀眾各位網友大家好 10月19號 發達了 香港人有很多好處 那天是立法會選舉的投票日 突然間 政府宣布給香港市民有好處 那天 由第一班車到最後那班車的交通工具包括 地鐵、九巴、城巴、新巴、電車 全部都是免費搭車 不用錢搭車 那麼 拍這個八辣通都不需要 直走直過就可以了 那麼多人不用錢搭車其實就 誰埋單呢 據媒體的報導初步的消息是由 運輸公司埋單 政府發表新聞稿是這麼說的 感謝公共交通營運商和員工在當天 即是12月19號 作出特別的安排為市民提供免費乘車的優惠 什麼車可以搭 什麼車不能搭 可以免費搭的包括港鐵的路線 輕鐵的路線和港鐵的巴士 但是不包括機場快線 如果是巴士的話 九巴、新巴、城巴、龍運、新大嶼山巴士、專營巴士路線 但是不包括機場巴士 A和NA的路線 各個口岸的B路線 觀光巴士的H路線 通宵巴士的N路線 長途巴士新型服務P 和行走 漁南的路線都不包括 但是電車所有路線 都可以免費搭 乘客上車的時候就根本不需要 拍拖通 由頭班車到尾班車都可以 適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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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 這個交通的費用保守估計 大概是7000萬 但是這些運輸工具 譬如有一些計算數有虧損 譬如港鐵或新巴那些可能會有虧損 如果7000萬這塊錢由營運單位出 最後是否都會 因為虧損 一定會計算的 財團也不會和你客氣 一定會加進去後就發覺 在一個可加可減的機制下 可能就要加車費 你猜真的有好處給你 最後可能楊無出在楊身上 大條道理說要加車費 最後 消費者 即是我們香港的乘客 就會支付費用 機會很大 現在美其名就是 說由 巴士公司營運的運輸公司 去支付 但最後可能是 香港市民去埋單 為何要這樣做 大家心知肚明 他沒有說清楚 他無緣無故免費搭車 谷投票率 是不是 林鄭又說 投票率高低無所謂 有些說法就是投票率低 表示政府的公信力越高 為何要谷投票 為何要谷投票率 谷高距離做甚麼 谷高投票率就表示 市民對政府的 信任低 公信力低 所以投票率才會高 是不是 那麽矛盾的政策 可見 特區政府 心裏都十五十六 他想高還是低 他當然是想高 高才對完善了的選舉機制有認受性 低的話當然沒有認受性 如果低到十幾個百分比 那麽更糟 現在夾橫出來說 自圓其說 只有十幾個百分比 表示 政府很得到人民的信任 他的公信力高 所以才這麽低 現在的投票率 表示 自打對話 是不是 如果高到五六十個百分比 政府的公信力很低 不理他了 他喜歡怎樣就怎樣 沒有辦法 你喜歡怎樣怎樣 但是有些事 香港市民要投票的時候 有些事很難頂 很難投得下 剛剛在網上風傳的一個片段 就是民建聯的一個 立法會選舉的候選人 在港島東 參選人 叫什麽名字呢 說的名字都不懂 叫做梁希 梁希 是吧 民建聯的 OK 是不是叫做梁希 在港島東參選 出席這個友善新聞的 論壇 我也是難為主持 要設計一些問題 問他 跟地區事務有關的問題 地區事務應該厲害吧 民建聯最厲害的 交通 選舉制度 問了三條問題 第一條問題是 西灣河碼頭的道輪去到哪裏 你問我當然不懂 西灣河 我不是在那裏出入 但是這位姓梁的梁希 這個參選人 說來說去不知多長的時間 說不出 在限時的答案是錯的 說了一輪後說不出 以我 然後再問他 有關於選舉制度裏面的安排 他亦說不到 亦說不到 具體 有哪些人一人一票 要選出來的選舉委員會 那些 然後又再問他 有關於港島東的醫院聯網的醫院 有哪幾間 他最後都答不到 答不到柴灣醫院 港島東東 東華三院的醫院 名字又不準確 主持就說你中了兩間 柴灣東區醫院 銅鑼灣東華東院 當他是 但是 他說到這個交通問題的時候 竟然 先後兩次 先後兩次 說要 爭取 在 西灣河地鐵 他是這樣說的 兩次就說自己一直在西灣河 爭取地鐵 一直在西灣河爭取地鐵 西灣河的地鐵 好像是1985年啟用到現在 我不是港島人 我很少去港島東那邊 剛才才數 北角之後下一個站是什麼 要看地圖 因為我比較少去 我只知道最終點是柴灣 西灣河我都去過 當然 比較少 不是我經常去的地方 1985年開始 他還在爭取 梁候選人 梁候選人是什麼人 他第一 今年36歲 他就是一個地產公司 技產公司叫港中發展集團的行政總廠 他父親叫做梁英偉 好英偉 也是地產商 就是富二代 早前跟大樓的劉聯雄 創辦愛美高集團 這位36歲的富二代 從未參加過這個區議會選舉 從未參加過立法會選舉的新人 是民建聯的 當然生面紅 他說他自己在港島長大的 這次 空降港島參選 Facebook說 自小 在港島區居住 還有讀書 好了 問題來了 他爭取了這麼久 爭取這個西灣河地鐵 但西灣河地鐵已經存在了三十多年 他又說自己是港島東長大 還有地產商 地產商是很重要的 或者你富二代 富九代 你還有一個成功的地產商 行政總裁 lo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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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無論是鋪也好 住宅也好 那個居住的地點 地點是最重要的 賣貴賣便宜 如果你連港島通有西灣河地鐵 都不知道的話 爭取緊的話 還要先後兩次 不是說錯了 先後兩次說 他 對於港島的認識有多少呢 如果你做地產商對於 地點的認識都是這麼差的 哪裏有地鐵哪裏沒有地鐵都不知道 你做地產 成功極有限 是不是 這些三十多歲的富二代 民建聯建制派 我不知道是不是根正苗熊 水平 這樣的水平怎樣投 怎樣投得下 大家想一下 免費坐車我也不會去投 免費坐車我就會喝茶 對於老人家來說最棒的 兩元也不用付 四周就去 由香港 九龍入到新界 老大多那天由巴士和地鐵 不過我們覺得很奇怪 如果投票的話 都是walking distance 腳程很短 最多走十分鐘 都是附近的投票站 沒理由跨區 為什麼要坐巴士免費 我都想不通 鼓勵那些人出街 可能是這樣 順便 去投票 政策都很矛盾 不過這些民建聯的 議員也好 水平 其實都很 很 普遍的 是這樣的 例如一個叫做周浩鼎 周浩鼎很厲害 是不是 參加這個新界西北的選舉 這個 民建聯的周浩鼎 又在一個選舉論壇那裏 秉一下田北辰 就說田北辰是二五仔騎場派 說他什麼呢 周浩鼎 就說 為什麼說他二五仔騎場派呢 就說他搞警察 又批評警察 這樣那樣 周浩鼎說 今天一條問題都不會回答你的 因為你做二五仔 今天有敵人是非建制派 你問他 你花時間來搞我 李記事論壇都是這樣 就說對方是二五仔騎場派 這樣 周浩鼎說田北辰是二五仔 這也是新聞 二五仔意思是什麼呢 二五仔就是 田北辰是自己的建制派 不過你建制陣營裡面經常批評 政府 批評警方 批評這個批評那個 那樣 所以 說他搞警察 他是建制派的二五仔 說起二五仔 周浩鼎就有好說人無口說自己 大家記得他在2017年 做這個立法會 有關於這個調查 UGL 梁振英的UGL調查報告 容許梁振英跟他修改的文件 被揭發了出來 立法會成立調查委員會 調查他 最後是什麼呢 最後就是 說他違反誓言行為不檢 罪名 這個罪名 指控不成立 事實不足以構成譴責周浩鼎的證據 不過 影響 公眾觀感 你作為立法會議員 寫過這樣的報告 有這樣的文件 要交給被指控的當事人和你修改 那還不是二五仔 你說 田北辰人是二五仔 當大家忘記的 即 建制派就是這樣 很快就當大家完全失憶的 當別人忘記發生的事 當然是我這些壞人才拿出來說的 很多人都忘記了 但他一說 田北辰是二五仔的時候就當我記得起 你竟然做這些事 噁心 你博腸位也不是這樣 你是立法會議員 負責監 政府監察權貴 不過他自己也是權貴 監命 講到這個水平 建制派各個議員都是很像的 尤其是那些左派 建制的政黨 團體 其中一個就是 工聯會的郭偉強 他今年也有參選立法會 大家記得嗎 他是Lighted 萬必那個 他就在2021年年初司令報告 這個致謝動議 就在說這個要打擊這個假新聞 要打擊這個虛假訊息 就引述 世衛總幹事譚德塞 就說疫情令到這個假新聞 令到這個抗疫工作很難做 我記得譚德塞 都說過 當時社交媒體很多有關於疫苗的假新聞出來 世衛都要求這些社交媒體 去防止這些發生 郭偉強跟著說 他說還有衛報 我相信都是這個世界衛生組織的報紙來的 說完之後整個立法會不知道是不是就惡了言 沒有反應 繼續來 他就說引述這個 流行病學家的一個在衛報的言論 看英文報紙 就說 衛報就是 那個言論就是要對待新冠肺炎病毒這樣對待這個虛假的訊息 衛報是英國的一份報紙來的 被人笑 笑到面都黃了肯定 世界衛生組織的報紙 衛報 這個報紙就引來這個網民嘲笑 笑到那時候洗版 就說這些議員就低能垃圾啦 說話九五八八 退休了的這個現在就是做這個民營 香港民營的這個 負責人 退休了的理大的助理教授 鍾建華 就在Facebook發表 低能度 曾經叫做教那個這樣的學生 真是畢生 從事教育工作的最大的恥辱 工黨的前議員當時張七雄留言 都教過郭偉強 搞出這個學生真是要再三自我檢討 想一下 兩個老師都覺得羞愧得無地之辱 留在議會的這個非建制派 陳佩賢醫生就笑他 他說電視頭可以再拍這個 擔心字典 擔心字典是 頭條新聞的 他說例如世界衛生組織的報章就是衛報 世界衛生組織的訊息就是衛信 世衛的總幹事去花市買蘭花 就叫做衛蘭 這些建制派 就是 生出來是被人笑的 被人笑到面亡 沒什麼所謂 這就是建制派的水平 他們幾乎每個水平都是差不多 即使有高低 但拉條平均線都是低於平均水平 就是這樣 為什麼會這樣 其實很簡單 因為他們不用做任何的判斷 不用做任何的政治判斷 因為 既然14億人都有一個大佬 建制派的大佬就在中聯辦 叫他跳海就跳海 叫他跳崖就跳崖 差不多叫他吃屎也要吃屎 這群建制派 因為腦筋是不用用的 不用思考的 平日都是吃喝玩樂 所以那些常識是很缺乏的 常識是很缺乏的 現在黨叫他出來選 就出來選 他不會增強自己 這個實力 我想書都不會讀得多少 那就糟糕了 在立法會 每天都是跟著主子亂廢 然後 鬥身水 主子是靠你 舉手投票 現在更加無所謂 所以你看到他們水平 沒有辦法提高 叫做什麼 外樹形象 又來什麼 增水平 沒有用 樹形象 搞一些假博士出來 每個人都是讀過書的 但是你 讀完書之後拿了一個行為 即使你拿了博士也好 你不增進自己的知識 一樣會出洋上 一樣會出醜 西灣有地鐵站三十幾年又不知道 自己做二五仔罵別人做二五仔 衛報就是世界衛生組織的報紙 這些真是二笑國際 如果這樣說 這樣的議員的水平 免費坐車你會不會去投票 我沒有呼籲你們不要去投票 我只是想想 這樣的水平的議員 免費坐車你會不會去投票呢 今天聊到這裡 我非常繼續支持我的心石口快樂頻道 多謝你們收看 再見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